美国又大规模停电了 这次是在旧金山 原因嘛 既不是暴风雪 也不是山火 而是变电站起火 12月20号下午1点 旧金山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一处 核心节点变电站 发生严重设备故障 随后引发火灾 为了方便灭火 电力公司执行了紧急断电程序 全程约13万用户瞬间断电 马路上的信号灯全灭 轨道交通BART停运 轻轨系统控制中枢受损 旧金山的街道一片混乱 可一连40多个小时过去 直到12月20号早上 旧金山的电力仍然没能完全恢复 市长罗伟只能在弥漫着柴油味的备用发电机旁 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还不是最打脸的 最让美国下不来台的 是那些平时在路上科技感十足的 Waymo自动驾驶网约车 在信号灯熄灭 通系基站断电的瞬间 这些所谓的L4级自动驾驶智能车 并没有像宣传中的那样通过AI化解危机 反而一个个就像脑死亡一样 直接僵在了路口 来了个堵上贴堵 而Waymo的集体瘫痪证明了一个事实 AI不能凭空存在 没有电 再厉害的AI也是废物 那么问题来了 旧金山这么有钱 这么先进 又是西海岸的金融中心 又挨着硅谷 为什么还能发生变电站着火 这么匪夷所思的事 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座变电站已经77岁了 面信变电站建成于1948年 那时候 它被吹捧为超现代杰作 艺术装饰风格的外立面 和先进的110千伏地下传输电缆 象征着战后美国工业力量的巅峰 可如今 这个原本寿命只有四五十年的老古董 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中 撑了快80年 动选学的是 就在2003年12月20号 同一个变电站 同样是周六 竟然发生过一次 几乎一模一样的火灾 引发的全程停电 22年过去了 历史居然能这么精准地复制粘贴 如果不是天罚 就只能说明太平洋天然气 和电力公司不作为 在第一次火灾后 并没有认真清除隐患 哦不对 我不严谨了 这座变电站 其实在2013年升级改造过 总花费为440万美元 改造内容包括人行道 照明 围栏 以及建筑外立面 看来旧金山和他们的总统先生一样 对美学都有自己的追求 为了城市的美观 旧金山市区可没少下功夫 把相当比例的电缆 都给埋在了地下 结果一旦地下电缆发生故障 光是找地方就得找半天 找到了还得挖 挖完再修 这么多个环节 就老美那工作效率 三天内能修好都算快的 另外 很多地下电缆都是几十年前埋的 绝缘层早就老化了 再加上地下散热本来就不好 夏天或者用电高峰的时候 故障概率必然会高 而旧金山的困境 其实就是整个美国的缩影 如今美国的电力系统 就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下水道一样 陈旧脆弱充满危险 你知道全美电力变压器的平均工作年限 是多少吗 超过40年 而他们的设计寿命上限 不过才二三十年 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关键设备 正在超期服役 随时可能发生绝缘击穿 或机械疲劳故障 说来也是讽刺 这些老掉牙的设备 原本是为了上世纪中叶的 低负荷需求而设计的 结果现在 却要强行承载数据中心 AI算力带来的高峰负荷 不出事才怪 那问题来了 这设备都落伍成这样了 还动不动就停电 为啥老美还不换新的 别问 问就是供应链紧缺 缺口约有12.3万台 这其中的绝大部分 都只能从中国等国家进口 不过呢 由于种种原因 交货期基本上得2到4年 所以一旦发生 灭性变电站这种火灾 除了临时修补 根本没有备件可以更换 当然了 这只是官方说法 事实上 这背后还有一个根本原因 那就是资本支出 根据美国相关监管机构的规定 只有投资建设新的电厂 变电站等固定资产 这部分钱才能算进费率基础 并获得一定比例的固定利润回报 的趋势下 电力公司自然会更热衷于 建新项目 而且在新项目上 投的钱越多 绝对利润也就越多 至于日常的维护 比如巡检线路 修检数目 更换绝缘油 软件升级等 则被视为单纯的支出 只能时报时销 公司一分钱利润都赚不到 在这种机制下 有些电力公司 恐怕连必要的维修 都能省则省 Mission变电站的火灾 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机制的牺牲品 除了设备老化 美国电力系统还有一个大bug 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 50多个州 竟然没有统一的国家电网 而是东部联合电网 西部互联电网 德克萨斯州电网 三分天下 这三大电网之间 只有极少数容量微小的 输电通道相连 基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电力交换 这种碎片化结构 平时还好 一旦出现极端负荷 就容易出大问题 比如2021年的德州暴风雪 450万家庭在 零下20度的极端天气中 断电8天 为了取暖 家里能烧的都烧了 美国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奈何另两个州就只能干看着 想帮都帮不上 如果说电力基础设施老化 还能花钱解决 那人才缺口可就回天乏术了 前面咱们说过 美国现在特别缺电力变压器 可自己又供不上 这供不上的原因 不是没有技术 而是缺少绕性工 这个工种对手艺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三到五年时间才能掌握 而且无法完全自动化 有些工人哪怕已经从事十年 甚至十五年 也还是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 一言以蔽之 这是一个知天赋的工种 当年去工业化一时爽 工厂关闭 工人下岗 现在想恢复 哪那么容易啊 数据显示 美国目前缺少约八万名电工 到2030年 这个缺口可能将扩大到 二十万人以上 大家觉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2025年才缺八万 离得并不是很远的五年后 缺口一下子涨了近三倍 既然人才缺口那么大 美国为什么不早做准备 非得那啥赌那啥了 才知道着急 那是因为从2005到2023年 美国电力需求 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停止期 LED照明 高效电器 和建筑节能标准的普及 抵消了经济增长 带来的能耗 电力需求并不是那么旺盛 但这两年随着AI的兴起 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硅谱精英们 拿AI赌国运的行为 电力需求瞬间暴涨 可是大佬们 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 就你们这脆弱的 快进棺材的电力系统 能跟得上你们的雄心壮志吗 AI行业是用电大户 据美国能源研究所估算 OpenAI Oran模型 进行了一次 训练所消耗的电量 约达1101000瓦时 这一耗电量 相当于100万 美国家庭 一整年的用电量 相当于中国 亚龙将两河口水电站 一年的发电量 大模型训练一次 就要消耗掉 一座水电站的年发电量 这个用法 美国真的可以吗 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 到2035年 美国AI算力中心的电力需求 将达到106级瓦 一级瓦 大约相当于一座 核反应堆的发电量 可为约75万美国家庭供电 德勤的余估更吓人 说美国十年内的需求 将增长30倍 资金雄厚的AI大佬们 也知道美国电力能源有限 于是他们拿出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架势 把原本服务于公共利益的 稳定电源给私有化了 比如扎克伯格 就直接包下了伊利诺伊州 克雷腾和电站 未来20年全部的发电量 微软 OBA也都在尝试 类似的合同模式 AI大佬们解了燃眉之急 但这对美国制造业来说 可不是好消息 英特尔在俄亥俄州 新二巴尼的投资项目延期 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项耗资280亿美元的 大型晶圆厂 最初计划于2025年投产 但现在已被推迟至2030年 甚至更晚 尽管英特尔官方 在解释延期原因时 提到了市场状况和资本管理 但众所周知 新二巴尼是算力中心的热门地区 周围一堆等着抢电的 可晶圆厂的运行和AI算力一样 都需要极其庞大 且非常稳定的电力供应 因此 英特尔选择暂缓项目 也不是为理智之举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 美国政府在政策上 更倾向于支持AI软件的发展 而这种发展却因为 争夺电力资源 阻碍了生产 AI芯片所需的 硬件工厂的建设 这不是一己之矛 攻击之盾 自己打自己吗 美国科技行业内斗 可怜 驴野链厂无辜受牵连 美国供应商以行动表示 当电力稀缺时 会优先把电 卖给利润更高的 AI算力中心 而不是驴厂 美国的驴行业 本来就不容易 没剩几家了 现在还因为出不起 更高的价钱被嫌弃 说好的制造业回流呢 说好的能源独立 工业安全呢 都为了汪汪吗 现在全面有一万多个项目 排队等着并往 最财大气速的大佬们 自然能抢先锁定容量位置 但对于一家没有后台 财力又不那么足的化工厂 或芯片工厂来说 只能等 截至2024年底 2000年至2019年间 提交的项目申请中 竟有13%投入商业运营 10%还在等 而剩下的77%都已放弃 这种时间成本 足以扼杀任何工业复兴的希望 这次旧金山大停电 便是美国电力系统 发出的又一次警告 他告诉美国 如果一方面追求 指数级增长的AI算理 另一方面却守着 80年前的破烂电网 那你得到的绝对不是 下一个文明时代 而是AI泡沫的破裂 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 AI繁荣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是每个月 涨出几十美金的电费账单 还是眼睁睁看着 制造业就业岗位 哗哗的流失 可以预见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美国电力都将是一种 有限的资源 谁能用 谁又该让步 已经不再是市场供需之间的 简单问题 更是政治博弈 AI繁荣加重制造业空心化 和民生负担 美国必须迅速加快 刚性发电资源 和输电网络的扩容升级 否则对电力的争夺 将成为未来十年 定义美国经济格局的核心冲突 但是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美国要是能在短时间内 做到给电网重塑精深 也就不会任由它慢慢变老了 别到时候来个鸡飞蛋打 AI没完明白 制造业也没回流成功 那可就真要和第一梯队 说白白了 美国印度化 印度神仙化 这原本只是网友 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这句话所适用的领域 正不断扩展 从事故评出的军功基建 到无法实现的政府画饼 这些曾经被视为 印度笑话的一切 也开始在美国频繁上演 尤其是在特朗普 再度上台之后 就离美国白宫的画风 都变成了无视现实的 胜利无助不在 看起来像起了 印度迷之自信的样子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的画风 为什么竟然在向 被全世界当成笑话的 印度靠拢 美国与印度 曾经是完全不会被放在一起 对比的两个国家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是备受向往的人类文明灯塔 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 和力压全球的科研能力 美国制造在诗人眼中 是精密先进的代名词 虽然美国事实上 早已去工业化 但许多人都相信 这只是因为美国嫌弃搞工业辛苦 还不赚钱主动放弃 只要美国想 就能迅速复活为二战时 那个独占世界一半工业生产的 工业强国 印度则是全球之名笑柄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偏偏还有种迷之自信 觉得什么牛都敢往外吹 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了解 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 假之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发展 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越来越强 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 摆脱了对美国的崇拜滤镜 转而开始注意到 美国旋转门下 政商勾结垄断 名为快乐教育 实则通过大众教育 与基因教育差距 扼杀上升通道等 阶级固化的情况 提起阶级固化 社会歧视 作为典型的代表 当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于是 当有博主提出 美国印度化的概念后 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一开始 这只是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 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一概念最初的试用范围 竟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越来越广泛 不知从何时开始 美国军机坠毁的新闻 屡屡见诸暴断 基建事故也变得愈发频繁 德州大学停电 和俄州独猎车脱轨 更是让这一问题彻底出圈 这些曾经被认为是 只有印度才会闹出的笑话 竟一一在美国上演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 无疑是美国的去工业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喊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 然而 在资本主义国家 政府的意志 如何抵得过资本逐利的本能 于是 所有的再工业化政策 目标 最后都被证明 只是这幅画饼 美国制造业在GDP中 所占的比重 仍在进一步下降 这种高调宣言 而难以落实的治理状态 显然也很不符合 美国一言九鼎的 世界霸主形象 倒是与印度中央政府 雄心勃勃 却碍于治理能力低下 被地方和各路利益集团阻挠 计划无法落地的画风 十分相似 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堕落 也并非毫无感受 他们也认为 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中少不了 资本这个深层政府的作用 为了改变现状 他们在2016年 将反建制 反精英的政治素人 唐纳德·特朗普 推上了总统宝座 即使特朗普 在第一任期内的表现 并不如意 也没有动摇对他的支持 2020年 特朗普的普选得票数 甚至还有所增加 只不过 由于民主党在几个 关键摇摆州的表现更好 特朗普输掉了这次大选 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却并不气馁 对于2020年的失败 他们均认定 是民主党选取舞弊 到了2024年 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 更是将 背着重罪指控的特朗普 再度选上了台 在这次竞选期间 特朗普宣称 他已经吸取了 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上台之后将彻底清算 深层政府 让自己的政策 得以顺利推行 上台之后 特朗普也确实大刀阔斧 又是接连签署总统令 推翻原有政策 又是任用马斯克 领导政府效率部 裁撤冗原 那么 美国的情况 变得好起来了吗 其实并没有 在特朗普的一通操作之下 美国的通胀问题愈演愈烈 且压力越来越大 就连一贯坚挺的美国股市 都开始转头向下 意味着资本 正准备逃离美国 特朗普支持者们似乎并不这么觉得 白宫官网上赫然挂着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 美国人民又收获了无尽的胜利 马克曼依旧在为伟大的 特朗普总统热情欢呼 这种无视现实情况 公然宣称胜利的姿态 给人的感觉 像极了印度 那么一只自信的样子 这样一贯讲究实施求是的中国网友 看得目瞪口呆 你美利坚好歹也是世界 唯一的超级大国 怎么就变得和印度一个样子了 其实如果带入美国的立场 就会发现 美国会变成今天这个 看起来有些魔幻的样子 完全合情合理 自私是人的天性 资本更是贪婪 美国资本想要垄断国家权力 一点也不值得意外 在冷战时期 由于苏联这个对手的存在 美国要与苏联争夺民心 这些资本家也担心 一旦输给苏联 美国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尚且不敢做得太过 要给民众福利和上升渠道 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 没有了对手的资本家 也不需要继续装目作样 于是美国开始推行快乐教育 并且疯狂给高等教育涨价 这样的政策 必然导致美国普通人 堕落越来越容易 学好越来越困难 美国的精英阶级 就可以通过精英教育 与普通人拉开差距 让精英地位世代传承 这样的操作 确实起到了固化阶级的效果 但也导致了美国底层的素质下降 但是在工业化的时代 就算是底层工人 也需要相当的知识水平 美国底层的素质跟不上 对美国的实体工业来说 显然不是个好消息 好在此时 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资本可以全球流动 不必在本国死磕 美国顺势开始产业转移 只将最赚钱的部分留在本土 苦活累活 通通外包 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工业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发展部门 没有了工业 再多的设想也无法落地 去工业化的美国赫然发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世界的创新格局 变成了美国负责设想 中国负责实现 对此 美国口头上声称 中国实现突破的领域都不重要 实际上却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毕竟 美国在历史上 就是凭借生产力 优势超越了大英 拖垮了苏联 才获得了如今的世界霸权 如何会不担心 中国如法炮制 取代自己的地位呢 于是 美国试图引领 制造业回流 然而 对于资本来说 美国合格劳动力不足 且用工程本杠的问题 未得到解决 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 还在去工业化后的这些年中 愈发糟糕 怎么会回 美国自讨苦吃 即使美国政府 已经用尽了所有能用的手段 美国的制造业 依旧看不到复兴的迹象 到了这个份上 美国已经很清楚 自己没法战胜中国了 就算如今还有存量优势 但这点存量 早晚有耗尽的一天 但美国不能对外承认这一事实 因为在失去了工业优势后 美国其实在靠霸权吸血 来维持自己的繁荣 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虚弱 这套吸血模式就没办法继续 美国可能要陷入崩溃 所以 即使从现实数据来看 美国已经输了 但是美国还是必须要继续赢下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建制派盯上了软实力 巧实力 开动舆论宣传机器 搞出了一套美国过去赢 所以现在也赢的逻辑 对中国的成果进行掩盖和抹黑 动辄 但代价是什么呢 可这样的强辩到底难以服务中 尤其是在美国民众感受到 自己的生活正在变得糟糕 却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好的时候 愤怒和惶恐 让美国民众抛弃了传统建制派 制度通过选出一个强势总统 来改变现状 特朗普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成为了那个众望所归的人物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已经证明 美国的问题绝不是换一个总统 就能够解决的 但他又不能辜负美国民众的希望 因为如果未来中期选举失利 自己恐怕是要倒霉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特朗普干脆直接搞起情绪政治 通过放出各种惊人言论 吸引野球 让民众相信自己 在带着美国赢就行了 反正在美国长期的愚民教育下 美国底层大概率看不出 特朗普言论中的逻辑漏洞 这就让美国的话风看起来 越来越像那个凭借维新主义 相信自己一定在赢的 印度